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出埃及记》十四章 十四章 因为一整章蛮长的 其实这一章就是 神让以色列人在比哈喜露 蜜朵还有海中间 对巴黎喜分靠近红海边安隐 法老就觉得以色列人是不是迷路了 结果法老心里就干硬要追赶他 那上帝就是神就允许他这样子 目的是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上得荣耀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尔华 后来法老就预备了他的车辆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来读 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 带领军兵同去 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 而埃及所有的车 并每辆都有车进行长 耶尔华使埃及王的法老吸引干硬 他就追赶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 马兵和军兵 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席路 对着巴利西奔 在他们安宁的地方追上了 那法老临近的时候 以色列人举目 看见埃及人赶来就胜去怕 像耶华埃求他们对佛西说 难道埃及没有粉地 你把我们带来实战的荒野吗 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 不要教导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 因为服侍埃及人比史在跨野还好 摩西对白系说 不要惧怕只管赞助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耶和华必为你正战 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做生 那当然后来神就告诉摩西生障 一夜之间的红海就分成两半 就是他们的以色列人就可以从中间 而且说走干地 那这很稀奇 走干地过去 那埃及人被打住 被活住打住 他们就没有办法一直等到以色列人 通通都过了过去以后 那埃及人这个云火柱 才胜上去 后来埃及人 埃及人军兵看见 哇 以色列人走红海下去 他们就试着走过去 结果呢 神呢 让他们所有的埃及军兵 通通都被推翻在红海里面 被淹死 那弟兄姐妹 这段圣经呢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让我们看见神 让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在我们身上 是无权无分也没纪念 上帝要让我们亲眼看见 神怎样的毁灭仇敌 一切的工作 但你看见魔鬼 他总是不放弃 他总是想尽办法 他不肯放过 他就要想尽办法 把我们这些好像刚刚受洗的人 或者是要受洗的人 他就继续的要恐吓他们 但是弟兄姐妹 摩西告诉他们说不要怕 只管站住 那说是容易 可是非常的不容易 大家因为前面有红海 后面有追兵 法老不是做做样子而已 他是率领埃及最精锐的战车马兵 而且全军出动 以色列人看看追兵 看看红海再看看自己 就知道没有救了 然而神真的会那样子吗 好不容易用十个神机 杀了羊羊 然后拯救他们出埃及 然后只问目的直接让他们死在旷野吗 那当然不是这样子 问题是我们的诠释系统 总是从负面来解释一切的事件 我们看见 当困难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看什么呢 就看困难 他从困难中来看神 那困难就越来越大 神就变成越来越小 可是我们看见 摩西真的看百姓不一样 摩西看是在神的同在中 来看困难 那在神的同在中 来看困难 结果神就越来越大 困难就越来越小 所以你看摩西说什么呢 他说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 今日今天 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所以丢姐妹 要看什么呢 所以要看耶和华 要看神 不是看埃及的马兵 是要看全人的神 不是看环境的困难 是要看上帝的丰盛 不是看我们的贫穷 我们的不住 那五年前 那时候我六十一岁 那六十一岁还能够到桃圆来打天下来建立教会吗 两年前我们产一百多人 我们可以建堂吗 我们可以购买几千万的产业吗 那去年 我们才刚刚 这个新堂 才启用不到一年 现在又要花两千万再去买一个单位 是这样子吗 弟兄姐妹 我们有什么能耐呢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事情 那我们真是充满在感恩的心 我们感谢神 那弟兄姐妹也是同心合意 没有人因为建堂而离开 也没有人因为扩堂而离开教会 那弟兄姐妹 也许你也正面对一些类似的困境 请听圣灵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是不要怕惧怕 只管站住 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做什么 就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所施行的救恩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十四节说 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 那一天 神竟然为以色列人开了红海 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 而那些埃及的罪兵 看见以色列人下了红海 他们也尝试要下去 就全部都淹没在红海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他帝为我们成就伟大的事 别忘了我们的神没有对他来讲 神没有太难的事情 直到如今我们的神还没有真实的施展他的大能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不要惧怕 只管赞助 我们要看耶和华今天 今天 弟兄姐妹 不是明天不是后天 就在这个时刻 撒地要为你成就伟大的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撒地 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祝我感谢你 即便 祝我仇敌 成群 成群绝对 好药荡荡的 祝我来向着我们而来 但是祝我感谢你 感谢你 祝我感谢你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更多 祝我感谢你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火车火马 祝我天使天军 在我们的四围 护卫着我们 祝我感谢你 若不是你应许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邪恶的权势事情 能够会领到我们的身上 因此祝我感谢你 你怎样拯救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在困境当中 祝我你为他们开了 连红海你都把他打开 祝我不可能的困难 你都让他能够过去 你也一样让我们能够经历 你自己伟大的作为 谢谢主 祝福弟兄姐妹 祝特别在困境当中的弟兄姐妹 主我感谢你 让我们转眼来看我们的神 谢谢你 我们要在神的同在中来看困难 不要在困难中来看神 主我求你恩待我们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学出基督的名 阿们